3、2、1 12.195K的跑卷加油 鳴槍起跑后代表着 2018第六届日月坛环湖马拉松正式开始 副宣长程振生指出 举办日月坛马拉松已经迈入第六届 参加人数一年也比一年还要多 尤其这条赛道更受国际的肯定 今天一早我们来到日月坛 向山流过中心来 来举办2018的日月坛马拉松大赛 那这一届我们已经迈入第六届 那在以往的一个参与人数一年一年增加 今年将近有四千位选手 25个国家来到我们日月坛 那这项赛事这个赛道 目前已经受到国际的认证完成 所以为了要举办国际性的活动都没有问题 现议员肖志全指出日月坛环湖公路不但景色优美 在路跑的同时更能够欣赏到日月坛的湖光山色 真是一大享受 我们知道日月坛环湖公路是相当景色优美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选手们毕竟能够训练我们自己长跑的体力以外 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周边环境的奋斗金跟环湖的风光 相信对整个路跑 不管是全马或半马 一定会带来更丰盛的一个成绩 也祝福我们今天的选手都能够得到夹击 肖志全议员感谢相关单位对于地方的关心不但办理赛事 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带来观光经济的发展 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长期为了推动地方的观光 尤其我们现在路客没有来到日月坛 相对旅游的人口比较少 来到日月坛的游客也相对的减少相当的多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在路跑 都可以看到相当多的车辆跟游客 来到这边 希望说能够带动这个坛边周围商家的经济 为我们的南投县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 近年来路跑运动全台非常的盛行 而来到日月坛参加环湖马拉松 除了能够享受路跑以外 另一方面也能够欣赏到坛内的湖光山色 肖志全议员肯定主办难为李永鑫 也期盼环湖路跑要继续举办 借此让世界看见台湾 记者邱平逸与此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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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